YESA妹,你好像最近準備想玩IDPA 買了槍套沒有? 還沒有,不過你有沒有一些槍套可以介紹給我 可以打IDPA的時候使用呢? 有啊,就好像現在桌面這隻Comtack的 International Hoster 我記得它是用Cartex去做的 沒錯 但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Cartex這個Hoster是經過壓制物料的製造 基本上你買回來的話 就可以適合你自己本身的槍 例如你現在打Glock的話 你只要買Glock的Hoster就可以用到 還有這個位置上面 它窗到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Lock的設計 所以令到它可以容易鎖著槍 亦都不會容易掉出來或者搖來搖去 嗯,在介紹下去之前 大家記得subscribe我們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要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 按下YouTube上面旁邊的叮叮鐘 之後我們有新影片你們會即時看得到 好了,我是PTS的Direct報道員Samanva 我是阿肥 我們繼續介紹一下它的槍有什麼特別呢? 它的槍本身已經包裝上跟了兩款的槍 分別是一個夾腰帶色和一個穿腰帶色的 而這兩個槍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可以支援到1.5吋或者2吋的腰帶 那也很方便 我平時用一些幼的又可以用 如果你們喜歡用一些粗的又可以用 沒錯 另外它這個位置上面 它有一個附帶中腰版的一小配件 令到你捉槍的時候 就不需要每次去到腰的位置來捆 你剛剛撈下一點 令到你的手捆槍的話 會更加舒服 還有這個槍套可以說是美國IDPA認證的一個槍套 對,認證之一 馬上買一個 除了槍套之外 我看到桌上也有很多頭盔 很多人都會問 現在打Wall Game的話 除了造型之外 外觀造型之外 戴頭盔會不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免費被人打到頭盔 對 認真嗎? 有時候會打到的 你出得不好的話都會打到的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除了打Wall Game之外 這款的頭盔都有其他用度 例如攀石那些 即是在那些大山頭上的攀岩 攀岩或者攀動探 那些都可以用到的 所以這個頭盔就有一個保護性的作用 沒錯 而且這個保護性也有一個 符合了B-S-E-N的規格 這個規格其實是一個國際認可的規格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保護性不夠 對,就是這樣 這個塑膠頭盔其實是 保護性是給一些訓練 或者比較沒有那麼激烈的運動使用的 所以打Wall Game用的話是一流的 對,還有這個Pump的頭盔 它前面有一個 已經做了一個夜視鏡的盤子 你不需要特意額外 去配多一個夜視鏡盤子 你一拍下去就已經用不得了 至於有些朋友可能會去擦單車 或者去行山的時候 即是攀石 喜歡擺一部GoPro在前面 這個可以嗎? 都可以的 當然啦 如果關於GoPro的頭盔盤的配件 就要外面去自己找 嗯 Offscore 最出名的就是左右兩邊的ARC系統 其實這兩個系統可以方便用家 去配戴不同的小配件 還有它裏面有個頭掛式系統 可以有個因應自己用家的頭圍 去調整 調整 調整鬆緊度 好方便 但至於大家怎樣可以調整合式的尺寸 就可以參謀我們以下這個圖示 自己去量度頭圍 對了 阿肥呀 不過我買了頭盔之後 你看一下 好Dry 可不可以加一些小配件 我想加一支燈 或者加一些跟別人對講機 怎樣加呢? 對講機就一定加不到 哦 除非如果它用上一段影片介紹的 Offscore AMP 就可以了 大家去那邊看 是的 如果你說燈的話 我們將會介紹的 就是Pincentac這個電筒 其實這個電筒 它本身是可以讓用家 可以放在頭盔上去使用 它本身的流明方面 主要是55個流明 這個流明比較低 其實是低流明 它最主要是放在頭盔上 都是預料貨 讓用家可以在低光的情況下 去看相對的資料 就不會那麼容易 有一個雙腦硬的情況出現 還有 但是高立明是否會打Wall Game的時候 被人很容易知道你在哪裡 沒錯 那燈有什麼顏色? 射出來有什麼顏色? 燈方面就有白光燈 還有紅光燈 就好像我們現在光亮的話就有紅光 紅光方面就有三個不同的光度 至於如果你說白光燈的話 是怎樣去用呢? 其實你只要按住開關鍵 就會自己開到 那白光燈有沒有劃分強光弱光? 沒有的 它只是只有一個光度 反而紅光就有強弱 對 就是這樣 在電池方面 其實它都是用2A的電 所以在外面市場 你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找到 比較簡單一點 說完電筒 還有什麼推介? 我們接下來就介紹Multitasker的Twist 其實這個Twist就是一支的外形 就是一支筆的外形 它是筆頭的位置 主要是調整M-Bone的紅點鏡 其實這個方便用家 在把牆上調整紅點鏡的位置 就會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試試鬆開筆蓋 好 鬆開筆蓋這個是什麼位置? 其實我們現在鬆開了之後 你會看到磁石的工具 它是讓你放一些不同大小的螺絲頭 去做一些不同的用途 嗯 其實買的時候 我知道它已經送了10個螺絲頭給我們 沒錯 無論是我們打遊戲也好 平時做維修也好 整整iPhone也好 其實都用不到 是啦 好 我們看看另一個筆身的位置 其實它還有一個位置很有趣 嘩 扭開了它有三個小工具 不如讓我們再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勾 是讓用家清掉一些塵的 這個就是沖子 是用來給我們塗片用的 另外這個位置就是碳叉 這一件工具 最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外觀上不像一個工具 像一支筆的形狀 你放在衣袋裡 拿出拿入都比較方便 也很型格 對啦 其實它還有一個超級特別的功能 扭開這裡 登登 這個位置可以做一個一字批的小工具 我真的猜不到這個 好啦 我們現在就介紹最後一件產品 這個就是S&S的Sling Keep 其實這件Sling Keep 你不要看它細細粒 好像沒什麼用 欸 我知道這個 好 你說 這個Sling Keep 就可以將一些一吋的窗帶 將它由一點式變成兩點式 好啦 今次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對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到底喜歡哪幾件產品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inbox問我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我們PTS Steal Shop的 在官網上選購啦 好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